謝謝大家 我們是原子少年 請多多知識 再一次再一次 VTV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是原子少年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煥君 大家好我是周祖安 我是Summer林嘉誠 我是紫祥 我是文婷 我們這邊有一個很懂天梭表的人 就是黃文婷 因為我 我的話我自己有看一些雜誌 對那雜誌上面都有很多 Model會帶著天梭表的錶款 那因為我叔叔真的很喜歡 那他回到家裡有時候都會跟我聊 然後包括我爺爺真的 因為我爺爺之前也是會買天梭表 那他之前有送我一個銀色的 但因為那時候我才國中 我覺得自己就是國中帶 對那時候我自己覺得還不太適合 對所以其實因為我家人 家人本身就有在關注 對所以我也比較會看這些錶的東西 我也是 就因為我爸爸也是很喜歡手錶 所以就從小我爸爸就會跟我介紹 什麼手錶 什麼手錶 對然後他其實也很喜歡看那種 臉書上面賣手錶直播 所以我會送給爸爸一支 天梭表的PRX35號 我個人的話我會給我自己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平常帶手錶習慣是很少的 然後我也是跟幻君陽是特定場合才會帶 然後希望可以透過這支天梭表 然後能夠襯托自己的身分 就會覺得我對這個場合非常的重視 那我就是當然就是送給家人 對但如果家人覺得很就是 他可能也會覺得我就是在貴重 就是正式場合會需要帶 對那如果姑姑沒有要的話 那我就誠心誠意的收下來 對 我自己的話我想要送給我的爸爸 因為以前就是爸爸姐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錢啊也不知道 要送什麼 要送什麼然後就是可以 就是送一些就是自己民用錢 就是可以買到的東西 那這次我也想要就是送 拿自己賺的收入送一個 爸爸真的喜歡的東西給爸爸 我的話呢我自己應該會多買幾支 就是如果有那個本錢的話 對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的爸爸媽媽就都沒有在身邊 這樣子所以我可能會預備一支 是等他們回來然後送給他的 然後我另外想送給我哥 因為我哥就是就是在近期就是 這幾年來都是我跟我哥還有我阿嬤 三個人在家裡生活 然後我很常因為工作的關係就 很晚回家或是很早就出門 然後就很難照顧到阿嬤 然後所以都是哥哥在幫我照顧 然後我想要就是 順便就是一個感謝他的感覺這樣 那我自己的話可能會送給爸爸 對因為我爸爸他比較不喜歡 在自己的身上花錢都順之減用 然後把錢放在我跟哥哥身上 對所以就希望能在這個時候 然後送他一些他真正會使用到的東西 然後可能工作的時候偶爾看一下時間 欸 換軍送了 想到我會開心一下 如果有時間概念 公安沒有食刀過 你們可以 公安沒有食刀過嗎 可以換個方式問嗎 應該誰就是利用時間 應該是 我個人是覺得是我跟 陳廷軒文廷 陳廷軒也一樣 我覺得廷軒比較是那個 準時 最準時的人 他是那個準時的人 他是那種提早半個小時 對 因為廷軒他就是 凡事都會再提早 可能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那種然後 每次我們可能約 十二點排練 他可能十一點半就到了 然後他說欸大家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說 不是約十二點嗎 誰最會賴床 賴床喔 賴床不知道 但知道誰最會知道 知道 誰最會知道 來 一 二 三 好險喔 各位 為什麼啊 都在這邊嗎 沒有 因為 因為他家真的住比較遠 對 因為就是 從家裡來這邊的 變數真的太多 蛤 路上的變數 因為其實 對 對我 到這邊 對你們來講可能我是 遲到十分鐘 但其實 我可能在路上 我可能只是 多等一個紅燈 你知道懂嗎 這個誤差 我懂 對 就是因為這個路很長 所以你一有小小的誤差 它就會 放大那個誤差 對 我常常說一句話 就是 時間並不客觀 時間就是人病的概念 對 所以每次就是有 我們團友遲到的時候 我都是 最文型的那個人 沒關係 真的慢慢來沒關係 安全 安全是第一的 而且我想跟各位觀眾說 就是如果你們遲到的話 就真的 遲到反正都被罵了 那你不如 等一下 等一下不要再問自己手機 對不起 我講一個認真的 就是你如果真的遲到的話 你應該 對 你如果還在路上 因為感動感歇 然後又 不小心受傷的話 那其實就是很虧 不要為了趕時間而去 就是做出一些比較危險的事情 所以大家遲到真的沒有 重點是就是不要遲到就好 就是要有時間觀念 所以重點是就是 你只有提早一小時 半個小時出門 你就不會遲到 拿一個手錶可以看 對啊這個還可以防水 所以洗澡也還不用拿下來 對不對 直接帶著 欸導演下來看 我們家的手錶可以 讓我們注意一下時間觀念 我覺得可能是文廷或紫祥 因為他們比較平常就是 做什麼事情 像吃東西什麼 他們感覺都蠻講究的 你們先說 節日喔 我其實去年 其實我上大學之後 慢慢的就是 就是對過節比較重視 因為我發現就是 家人陪伴我們的時候 就是蠻辛苦的 所以我就會 在重要的節日的時候 趁機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敢 表達自己愛意的人 對所以我就會在 節日的時候 偷偷送家人東西 對然後偷偷放在 就可能那天晚上不會回家 因為隔天有工作 那我就會回家先放著 對然後 再傳訊息說 欸姑姑 你有收到我聖誕節禮物嗎 對然後那時候 我是送羽絨外套 對因為怕 聖誕節冬天他會冷 對然後還要寫一張小卡片 對然後姑姑好像就 偷偷的掉幾滴眼淚 對不要記得跟我講 我的話其實我 因為錄節目的關係 然後 我有忘記就是 現在倒是幾月 就會有錯 錯亂轉 日子都忘記要過什麼日子 真的喔 因為其實我 我父親就是八月底生日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真的太忙了 然後是我媽媽會提醒我說 欸下禮拜爸爸生日 有沒有要下去就是 吃個飯什麼 然後我就馬上看我的心 星辰標 那天有商業 對就是那天 就剛好我爸生日那天 是有空下來的 可是前兩天都有事情 所以我就一下去 因為我爸爸在花蓮 然後我就下去 過就是待個幾個小時 然後就上來了 我自己都是一切順其師 我自己都是一切順其師 傳到橋頭自然其 就是好像沒有特別什麼規劃 要休息就好好休息 對 因為休息也是 工作的一部分 對 但我其實是會規劃的 對 因為我比較晚學唱歌跳舞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積極的寫 比如說一點到兩點 然後要練跳舞 然後兩點到三點要幹嘛 對 所以我是會在筆記本上面寫自己 幾小時要做 那你會不會寫說 你會不會在筆記本裡面寫 就是今天有誰得罪人名 或是什麼 紀錄在那上面 死亡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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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但我是會寫日記 對 但我就是會規劃自己 要做什麼事情的人 我嗎 我就是傳到橋頭自然知道 能修就修 能工作就工作 然後在工作的期間 如果能睡就趕快睡 本來你也沒時間睡了 他每次在保姆車上面 都一直睡覺 你上次去高雄 他只從台北睡到高雄 睡到高雄 他只從高雄睡回來 前四方中才叫他起床 沒有行 沒有行 超強的 不是啦 就是睡覺可以促進我們成長 沒錯 長大 我在思考我們之後的工作 我們該做一些什麼事情 睡覺的時候思考 對對對 你們以為我在睡覺 沒有 我還在工作 很厲害 謝謝大家 我們是原子少年 請多支持我們喔 掰掰 掰掰